不必向外持求,当之自信为主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无人多在学地,其用力之功,不必向外持求,当之自信为主,与此着力,不能顿见自信。 当眼习气厚薄,切磋琢磨,于根本处着力。 譬如魔镜,尘垢若除,光明自现。 无人日用功夫,最简最切,无过于此。 故曰,学道之要淡至习,习尽而性自尽而。 以其自信本名,更无增益,为在人欲胀壁,贪嗔痴爱而为种子,审免其中,故为所困。 誓之困非穷困之困,盖为恶习所困儿。 孔子曰,不为久困。 此特被困之异端,凡觉有生,所困非依。 不畏诸丈困,便称大力两人。 故学道人,第一先具勇猛根骨,如一人与万人敌,大肆离广丹琪,出入鲁亭。 无人果于生涩获利物欲场中,丹刀出入,俗称雄猛丈夫。 以此言学,但于不困触便见自信,非是离困之外,别求学知之公也。 所以禅家言立地成佛者,乃顿见自信而已,非是别有一佛可成。 佛者觉也,即自己本有光明觉性。 能见子信,立地便是圣人。 到此则不见有生学困之之意,使是尽兴功夫。 此信一尽,则以知事君为真忠,以知事亲为真孝,以知交友为真信,以知与夫妇为真和。 施之于天下国家,凡有所作,一事一法,皆为不朽之功业。 所谓功大名贤者无他数,由夫真儿。